当年 鹰版风声朱玉在前 加上阵容降维打击 所以剧版播出的时候 很多人并不看好 结果呢 两年了 球装人口数几增 一边在球装安家落户 一边拿手机给我发消息 陆军 快看看风声吧 所以 茶落不缺 几二十九七 徐璐 唯永山 周一维 张志坚 杨又宁 牛子番主演 风声 故事要从1941年 王伟征服矫总司令部的 五个天才说起 破译天才 李凝玉 破译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李凝玉 能够抵得上整个76号 在外加一个特高客 拥有人类五大美德 尊重 当女人把职业当生命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悲哀 如果大佐真的欣赏我 就请你对待战士的尊重 来挑战我 自信 别想想想赢我只能有一个机会 那就是 第一排是梅花酒 该率为四十三分之一 不是四十三分之一 而是百分之百 健康 温柔 不可能 没有必要 你能学习我什么 情感 人生与武 不过是个数学模型 感情 只会是它的干扰项 破译萌新 顾小梦 顾传王的千金 民国白富美 乐中撸帽的美丽风批 我就没打算活过 二十五岁 因为从小跟船王老爸出海 所以前一个职业目标 是当海盗 可是如果在爸爸的船上 遇到再大的风浪 都不配成为一个冒险家 然后下了老爸的船 上了李宁宇的船 成了他手底下的一枚破译萌新 两个人处成了非常简单的 上 下 大级关系 小木叫李宁宇 玉姐 玉姐 李宁宇非常冷漠地拒绝 表示要让他 叫李科长 是 科长 是李科长 结果自己一口一个 小木 当吃瓜群中还沉迷玉姐 有过三人老公的花边新闻时 一个没见过面 一个是真的 一个是清歌 小木就已经把称为李宁宇 定为了自己新的职业目标 因为我要调的 不是金归序 而是另外一个人 谁 你 破译天才与凌遇 想磕4P的可以放心 露骨了 但这不具 如果只磕4P就太可惜了 让我们说回 矫足司力部的其他三个天才 总经理 金生火 一个用烟圈图信号的威胁人物 老猫深算 闪场吐槽 这众人的谎言 就是世间的真理 总参秘书 白秘书 精通各种人级瓜 恋爱瓜 尚未瓜 呱呱饱熟 保安队长 武打队 拿武打剧本的圣上线素玩家 风声的剧情简言之就是 武人组的三局老人杀 第一局 豪华游轮杀人事件 第二局 球装捉鬼 第三局 再进球装 由于篇幅问题 我们直接说最重要的第二局 球装捉鬼 龙川肥原 你们给我记住这个可恶的日本人 他把五人组关进球装 称其中出了我党间谍 老鬼 欢迎来到球装这间地狱 这鬼 被抓以后 白天 他们不紧不慢 在如此紧张的时刻 鸡生活在吃毛豆腐 李宁玉在画画 顾小梦在给老爸写信 李宁玉偶尔还要 潜当一下顾家的裁缝 你给我改改吧 我不是顾家的裁缝 我不是顾家的裁缝 夜里 他们各自复盘 我要制定一个新的计划 才能再次逃出生天 我要活着 只有活着 才能送他出去 我要守住那个秘密 我要冒险一时 看看我们五个人中间 谁是那只鬼 好在他不知道我是谁 只知道我的代号 老鬼 重新介绍一下 顾小梦 军统间谍 蝴蝶 看似是极乐如仇的大小姐 结婚证 倒成了你的免死金牌 实则身负刺杀军统叛徒 今生火的任务 李宁玉 我当打入汪伟的间谍 老鬼 他还有一个尚未露面的上线 老枪 天一亮 五人组被飞员喊去一对一 众所周知 一人一票是圆桌游戏中最安全的时刻 借这段时间 今生火依旧在吃毛豆腐 向外界传递 那个吃毛豆腐的人还活着的讯息 李宁玉依旧在画画 画下恩尼哥马暗号机的全部内容 以向外传递 顾小梦联系的是老爸 也是上级 他 顾传王 本局的全程高能玩家 既是汪主席的座上宾 又是军统的高级界点 居然还是 李宁玉的上线 老枪 晚饭上 五个人看似起了内讧 实则是默契的野戏 被耍得团团转的肥原 其幺蛾子响起了他们的家人 事件发生了第一次转折 肥原给他们一天嫁回家 今生火去见女儿最后一面 刺杀军统叛徒今生火的计划随之开始 今生火死了 事件的第二次转折 是肥原抓住了我党另一位同志 何解竹 曾经 李宁玉亲眼看着他宣誓 如今 肥原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 我是老鬼 白小年作为解竹曾经的恋人 跟解竹一起死了 世间的第三次转折 是小梦的25岁生日 现在 必须在剩下的小梦和李宁玉中间 选择一个老鬼 球装外 顾传王决定牺牲小梦 就我党人才李宁玉 实施地狱变计划 离开球装前的一天 小梦和李宁玉跳起了最后一支舞 天空盛放着紫色烟花 小梦许下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生日愿望 我希望 以后的每一年生日 玉姐都可以陪我一起逛 然后 李宁玉自杀了 他以身作局 为第三案中载入球装的龙川肥原 布下死局 那个说着黄金时代的人 却安安静静地躺在了球装里 吴大队跟着死了 只有小梦活着走出了球装 身上还穿着那件 缝着恩尼格玛全部化作的衣服 以上就是丰盛的大致剧情 追剧的紧张感三爷两语很难说清 如果有时间 大家可以亲自去看一看 剧版上映之初 看前两集的时候 有人说看不懂 再加上龙川肥原AI换联成周一维 偶尔有些违和 但我认为 这是一部被击估的剧 剧版给我的最大惊喜 是在尊重双女主的前提下 丰富了人设 完整了球装五人组 李宁玉 少见了真正完美的角色 现实者不公立 理想者不空谈 仁爱者不软弱 刚知者不偏激 他就是这样的李宁玉 破译 政治 反催眠 他一次次用自己的才智 逆转局势 三叶两语便能控制场面 在时代这座庞大的球装中 他入世却纯洁 情冷却悲悯 柔弱却坚韧 任何一个人 都会被谈及信仰 是坚定无比的李宁玉所吸引 顾小梦 优渥的家境没有把他养成傻白甜 而是让他成为了一个追求自由 女性独立 职业生命的人 他聪明又美丽 热烈而闪耀 是一个借死亡感受生命的冒险家 可是破晓天的美貌 总是戛然而止 他二十五岁的生日 却成了爱人的忌日 或许 活下来的那个人 才是真正被困在球中的人 他们是相同的 是天才也是疯子 是时代的先行者 也是思想的殉道者 紫荆山的暖阳 融合了南极的冰山 灵魂的契合走在了性别 身份与立场之前 他们心心相惜 在最后一个黑夜翩翩起舞 如果我们终将留在黎明的前夜 如果只有一个人能够走出球装 那么我希望那个人 是你 当球装的大门再次打开 活下去的是顾小梦 但走出去的是李宁玉 或许几年后 李宁玉可以借小梦的双眼 看到他向往的胜利 到那时 球装中 依然开着象征至爱的花 红白交错 像是两种生命紧密相连 球装外 是正吃的蝴蝶 飞向了黄金时代 五人组中剩下的三人 白小年 从球家小少爷 到哈姆雷特的悲剧 他的故事是 琴剑中藏着的刀片 索性他找回了爱人和简竹 一个只会杀人的人 人各有信仰 但他信的只有李宁玉 只是太过一厢情愿 往往会成为另一种负累 我这条命本来就该死 留到现在 就是为了要送你出去 金生火 他并不是一个正面人物 相反 他是最会玩弄人心的老狐脸 可是曾经眼中 装得下山川的人 最后眼里也只剩自己的女儿了 登不上塔尖 看不到人心 那就老老实实做个小人 他下线的时候 大可以拉着真正的老鬼李宁玉 于死往后 可他没有 他期待着李宁玉信仰的 那个黄金时代 可以替他把该有的体面和尊重 还给他的女儿 张文道 惜死可以 总的来说 风声是一部有着缜密逻辑 精彩推理 加过情怀的剧 本剧使用谍战全新的打开方式 悬疑推理 本剧共38集 其中25集的悬疑剧情 完全在球装内拍摄 不必担心审美疲劳 因为剧情永远早于观众一步 被反转吸引的我们 看着看着就忘了时间 根本不会在乎 同一个场景拍了多少集 本剧的核心是 五人组堪称天才的圆桌游戏 更是他们在一场死局中 向死而生 圆桌作者是写出暗算的卖家 本剧不仅有 中国叠战之父的圆柱做保底 更有导演 编剧非常用心的改编 以精彩的台词 充满反转的剧情 鲜明的人物 为我们刻画了叠爆工作者 顾名忽案的一生 展现了一个 有人为名利而死 有人为信仰而生的时代 剧组在细节方面尤为用心 例如李宁玉 为小孟弹奏的曲子 改编自学之魔的偶然 这首诗表达爱情 也表达一种 原来你也在这里的宿命感 从一开始就暗表了 他们之间的羁绊 剧组更是充分利用了 球装这座建筑 地狱边的壁画 以及天花板上的石人鱼池 日本人在这间审讯室中 才害我们的同志 破开他们所有的器官 只为检查他们 有没有藏下情况 这里才是吃人的人间地狱 可是如李宁玉一样的人 抬头却看见了破晓 隐森恐怖的球装 呈现着对称结构 五人组的人生也是如此对称 金生火的开始是仰着头 他的结束是仰头望着夕阳 白小年的开始 是在墙壁缝隙中目睹亲人死亡 他的结局是在墙壁的缝隙中 与猎人遥遥相望 吴大队的开始 是因为李宁玉而活 他的结束是追随李宁玉而死 欲梦的开始 是小梦说要成为李宁玉 他们的结束是猎日之下 站着一个穿着起袍的女子 一张脸却慢慢模糊 整个故事的开始 是五个人走进球装 故事的结束是不断有新的五人组 重复被拉进球装这个巨大漩涡 他们之中 还有很多的杀戮者 弄权者 贪婪者 也有更多的 愿与死亡为我 一生不断追寻的顾晓梦 愿与无血交五地 换山河如故的李宁玉 更有千千万万的情报工作者 在一座又一座走不出的球装里 破译中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